國民黨昨天舉行的中常會 先前傳出 主席江啟成 將會端出新兩岸路樹 但是這會中還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 九二共識一貫的基調 不過江啟成也宣誓 國民黨未來要啟動改革 而外界質疑江啟成在黨內路線 沒有話語權與大佬溝通 有障礙 國民黨也請來歷任 黨主席來力挺江啟成 不過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就諷刺 國民黨繼續擁抱虛幻的九二共識 只會卡死而已 穿著一身黑西裝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六號 在國民黨全代會上 帶領黨籍主管向國父孫中山 同向獻花拒役 江啟成找來國民黨歷任主席 包括吳敦義以及馬英九等人力挺他的主席權威 不過六位前主席跟江啟成一起排排戰 卻忽略了像這樣子的排列方式是不符合機械原理 其實根本轉不動 真是有點尷尬 而國民黨合力除了想要改革 江啟成也宣示要請國民黨智庫 進行願景臺灣二零三零國政計畫 但拋不開的九二共識 也讓民進黨立委看了搖搖頭 在這個全代會上九二共識 一個虛假的九二共識 繼續被國民黨擁抱著 那就看到一些老主席們 卡死了這個年輕的新主席 江啟成在黨內力拚改革與對話 黨外力求選民支持 要讓國民黨欲獲重生 華視新聞網站黃莊盛開報導